新北市淡水区辅景县大饭厅 今天上午在淡水区公所 以及市府日台交流协会立委代表 还有新北市政府长官 及在地的民意代表见证之下 共同签署友好交流都市备网路 双方承诺将维持长久的友好关系 并且致力推动双方在彼此文化 观光艺术产业教育体育的 各方面的交流合作 内心是非常非常的兴奋也感激的 因为透过一滴水纪念馆的关系 而牵起了这一段缘分 然后今后呢这双方的交流 希望借此更加的发展 到今天地劫市之前 其实是有很多各方的相关人士的帮忙协助 才有今天的这样子的成果 所以对这些人士深感感激 区长期盼在促进台日友谊的同时 未来能够扩大双方多面向的交流 而大饭丁中总官丁长也表示 双方最早于2009年的时候 一滴水纪念馆结缘 另外也对淡水文化观光很有兴趣 期盼交流加深各项的合作 而淡水区长也表示 淡水区一滴水纪念馆是日本已故文豪 水上免之父水上绝制在1915年 于大饭丁所建的古名家建筑物 并且于民国98年 自日本跨国移植成为目前淡水区 和平公园的一滴水纪念馆 借此牵起淡水区与大饭丁 以及洛州一滴文库深厚的友谊与交流的关系 今天牵这个MOU 最主要是针对于我们淡水跟大饭丁 在于文化艺术 包括教育 包括观光 还有体育等等的方面 来做一个更广泛的交流 让彼此这边一起成长 然后给大家的友谊更为益 希望藉由这样的交流 然后不只是我们淡水跟大饭丁 而且是台日的友谊 能够更深更长远 这次双方签署好友备忘录 更有助于双方各项交流深化 促进彼此发展 创造出侯友谊市长一直以来 希望彼此的更好 以双方在观光旅游行销 与文化活动推广成果都很丰富的情况之下 签署这次的MOU 将深化彼此的友好关系 促进彼此发展 记者许多安逸淡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